海巡人員身穿救生衣 手拿浮板 穿梭在礁石間 他們正在尋找落海的民眾 看有沒有被海浪打回岸邊 隨著颱風逼近 海上的風浪 一波比一波還要大 高度將近三公尺 為了把握黃金搶救時間 海巡隊特別申請空中直升機 一同收救 9號下午 八名到綠島打工患宿的大學生 到當地幼子湖海域細水 沒想到有三名大學生 一個不小心遭大浪捲入海中 其他人看到趕緊報警 消防隊立刻動員搜救 連海巡人員也加入救援 有兩個自行求水上案 但也都受了傷 那議員正在持續搜尋 我們已經派出了 海巡隊 還有這個暗巡的人員 聯合了我們的那個消防單位 來在暗季跟海上來做搜救 受傷的兩名學生 被送往綠島衛生所包紮後 戰無大礙 而落水失蹤的郭信同學 海巡人員一直搜救到 晚間六點都沒有找到 天天後將再次出海搜救 記者賴詠誠張良浩 台東採訪報導 還有一旦 負荷 負荷 賠荷 負荷 負荷